如果从整个产品的地位上看 奥迪的整个影响力是远不及奔驰系列的 但自从奥迪重新定义了入门级豪华车以来 无论是产品的竞争力还是整个市场的占有率 都有了全面的提升 高端系列打不过你 那么入门产品则让对手们汗颜 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一款车就是奥迪克三 虽说这款车是基于大众的MQB平台打造 但可媲美奥迪元滋味的设计 以及颇具竞争力的价格仍旧能轻松吊打对手 如今这款车也完成了换代 相信景外观上的改变就足以让你放下戒备心 我们仅从车头上看 你会相信这是一款Q3吗 没错 新车正式换装了与奥迪Q8同步的前脸 这样的操作足够霸气 不仅如此 六边形的中网还加入了一层贯穿式的银色装饰带 内部所匹配的锁链状的结构 也更能展现出它的力量感 logo没有任何的改变 依旧是镂空的布局 新Q3的大灯尺寸上更短一些 但立体感更强 所内置的LED光源更加复杂 但因为位置上更靠近两侧 所以整个中间带来了更强的力量感 新车的前包围以及双耳式的结构 也进行了深化 运动感十足 小边也被它的前脸所吸引住了 而在侧面上 以往配备的贯穿式的腰线 并没有出现在这款车上 而是采用了一种蜻蜓点水般的设计 所以从正侧面上看 整个的腰线并不明显 但丝毫不影响这款车的气场 包括前后内嵌式的轮煤也是如此 所以是不是可以说 新车要更注重细节表现呢 尾部上并没有带来多大的改变 尾灯与前大灯正好形成呼应 后包围采用了三层的结构布局 另外整个排气换成了大尺寸的结构 气场也得到了延伸 内饰方面 这款全新一代的Q3 还是保留了上代产品的设计 但小编认为 这样的设计并不过时 毕竟这也是奥迪全新内饰的第二款换代车型 而且是专为Q3打造 还是会具有更高的辨识度和特别感 方向盘已经全部换成了下方点屏的结构布局 按键的设计也重新调整 仪表盘方面 除了乞丐版以外 全部采用了液晶仪表 中间的多枚体平也略向驾驶者倾斜 操控起来还是非常的便捷 动力方面 这款车匹配的依旧是1.4T和2.0T涡轮增压发动机可选 但因为1.5T EVO已经下线 所以未来还将退出1.5T版本 而届时1.4T版也将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我们下期再见